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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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呢 它并不太影响那个车的整体安全性 但是它会影响这个车轮胎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换掉 现在呢 到时候它就得跟这个卖家说一下 看它是不是能给换了 其他的问题没有 这车其他的结构性的问题都没有 狗嘎告诉我 这种检查是通过进行四轮定位 测试汽车的轮胎和悬挂系统 从而判断底盘上各种部件的磨损程度 屏幕上的绿色方块表示良好 红色表示有问题 我这辆车只有右后轮是红色 问题出在一根悬壁上 检查的师傅说 这是车辆装进集装箱进行海运的过程中 被插车弄坏的 现在我们这个车底盘的检查就结束了 整个这个检查呢 花了二十拉里啊 二十拉里其实就相当于五十人民币 还可以挺便宜的 Goga这个人来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骑修师说的什么话 他都能给我翻译过来 而且他比较有经验 然后现在我们就往回走 然后到他们那个公司那边 然后在那块做电脑检测 可以检查出读取这个车辆的数据啊什么的 后来查询 后来查询了 后来查询了 这些车辆的都不被控制了 在这些车辆里没有破坏 只有一小小部分 这些人会改变 不改变的 它会改变 现在我们将来看电脑检查 然后我们会谈论如何做到的 今天还是明天 我认为我们必须付钱 约500$ 300$ 然后他会去Tbilisi 他会改变这个部分 明天我们轻轻 不急 我们会订阅 然后明天你可以去 我认为是很好的 我先交个500$ 500美元的订金 然后他更换完了以后 明天我们去注册 明天去挂牌那种 然后他会全程陪同我 明天你会跟着我吗 当然 我会跟着你 他就会一直陪着我 一直包括交易完成为止 这是他们的服务中心 我昨天不就来这儿吗 来这儿 来连电脑做电脑的检测 来读取他的数据 行车电脑的检测结果一切正常 于是我决定就买这辆车了 按照Goga的建议 我先付给车主300美元作为定金 他先去更换受损的悬臂 再给空调加满佛 然后明天我们再一起去办理过户手续 在经历了五天的奔波忙碌之后 今天我终于可以提早收工 踏实地吃一顿午餐了 点上几个小菜 再来一瓶最爱的Lemonette 我坐在桌边兴奋地回忆着整个买车的过程 从上午十点钟出发到下午两点达成购买协议 前后短短四个小时 却经历了从失落到惊喜的情绪转变 就好像老天爷故意跟我开了个玩笑似的 不过在开心之余 我心里也有一些担忧 因为定金已经付了 却没有留下任何凭证 明天的过户手续 真的会像想象中那么顺利吗?